很多房顶上都可以看到一种特别古老的水塔 而且大多数都是木制的水桶 后来我查了一下是说在纽约规定六层楼以上的 就要安装这种水塔为了解决高层住户的水压问题 所以如果您住的这个楼刚好是这种老式的六层以上的高层楼 它势必就会有这样的水塔 今天我就想去拍几个很特殊的水塔 因为上次我路过这个区域的时候 发现这块楼的水塔还都挺有意思的 非常的复古 一看就是有年头了 实际上比较新的建筑好像已经都没有这个水塔了 但是据说水塔也是比较廉价的一种 解决这种水压问题的一个种方案 又廉价 使用的时间又长 维护费又低 刚好今天这个天也不等地 是个阴天 最近这一礼拜好几天了 反正连上都是阴天 阴天我后来发现 其实它适合一种拍摄 一是黑白照片 今天无论您是街头还是建筑 黑白照片 天空不要占有太大的面积 有那么一点 其实拍摄会比晴天的时候要更好看 再者就是突出细节的照片 比如说这个水塔 因为我只是想要让观看的人通过这张照片看清这个水塔 它上面是什么样子 然后它的这种年代感 这种比较阴郁的感觉似乎还把它这种年代久远的感觉给带出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阴天拍这个水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如果是大晴天这种日出日落 有漂亮的光在这个水塔周围也是会非常好看的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细节图 天空占有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更况且天空并不是我想要凸显的这个重点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重要 也就是说这个天空这个水塔背后的这个景 它是个什么色 这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水塔上面的细节 之前我都是坐地铁来的 开车来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 因为坐地铁吧 就只能在地铁站周围逛一逛 走不了太远 但是开车呢就不一样了 可以从另外一条街过来 然后看看周围都有什么 这也是我觉得咱们在同一个城市居住的久了 缺乏新鲜感 那咱们就只能自己找这新鲜感了 换个交通工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会儿下起这小毛毛雨了 像这种太新的建筑呢就没有水塔了 所以还是得往老建筑区钻 现在目前那个地儿我感觉有点 有点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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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上长胶之后 就会发现多长都不够 特别的弹心 之前我用70-300 它等效480多 其实已经非常好用了 但是我发现不够用 我想要不买个150-600吧 发现也不够用 反正有多少都不够用 现在尼康的最长胶段就是400 有过一个两倍的增矩镜 画质也不是让我特别的放心 所以最终抉择了很久 觉得算了 400就400吧 实在不行裁切一下 好像还不是上回我看着的 长得特别的像 但是这个上面呢 它有很多那个无线电的信号 如果今天找不到那个水坛呢 就会让我特别的后悔 为什么上次看见它的时候 没有马上停车下来拍它 现在这个区域就是 Williamsburg比较出名的那个区域了 很多小店 咖啡店等等 从墙上涂鸦 还有周围的这个建筑 甚至是人群都能够感受出来 这个区域的人群穿的就时髦多了 但现在这个区域的建筑 还是属于偏低的 我觉得应该还在往前走一点 肯定不是这个Williamsburg的核心区域 上次我去那个区域还挺工业化的 啥也没有周围 在这个区域其实不是特别的堵车 但是由于它的这个接口都特别的短 每一个接口都有红利灯 或者是stop的标志 所以走起来就会觉得特别满 挺堵的 但有的时候我还挺喜欢走这种小街区的 看看周围的小店什么的 比在高速上堵的感觉要直多了 这样还没准能看见自己想拍的东西 下回就可以直接过来拍了 我找到一个水坛 这个水坛也有点意思 不错不错 前面找个地方停车吧 还好它周围比较空旷 所以选择性更大一点 这应该不是我上次看到那个水坛 但是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刚好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开 纽约市里边大多数的街区都是单行线 所以开起来还好不怕错过 错过了就绕呗 遇见了有电线 别着急 跑退地步 稍微远一点 也就退那么个五米 十米 就能避开这个电线了 我又找着一个 不过这个区域太热闹了 感觉跟你们的停车的地儿 我拐到旁边这儿 找个停车呗 咱们顺便提一下这个对焦的事啊 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就是说这个富士的镜头拉风箱什么的 其实不仅是富士的镜头拉风箱 长焦就特别容易拉风箱 所以这个选对焦点呢 实际上是个学问 像这个水塔吧 您看它都是黑不溜秋的 所以在对焦的时候呢 如果咱选一个中央对焦点 刚好把这个对焦点放在这个水塔的中心位置 就很有可能出现 怕半天找不着真正可以对焦的地儿 所以呢最好的解决方法 甭管您那个相机它的对焦功能好不好 咱们呢 找一个有明显反差的地方 也就是说比如说它那个边 或者它旁边的那个囊杆 或者是上边像这个水塔上边有涂鸦 那么咱们找一个这个涂鸦的这个位置 都可以 就总之让这个相机能够识别到 它是一个立体的 所以如果这个这个整个的拍摄的这个画面 通常边缘是更好识别一点的 然后颜色有明显的反差的会很好识别 得嘞 今天的这个追光笔记就是它了 下回呢咱们再出来继续追 水塔那是我最近正在拍摄的一个小项目 所以今年会比较长期的在街上找水塔 顺便也带大家来不同的地区看一看这些街区 好多地儿我都是第一回来 所以咱们一起第一次感受一下这些街区都是什么样子 今天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 Williamsburg 威廉姆斯堡 还挺有名的一个区域 如果您来旅游的话呢 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这转转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我这俩稀奇啊全都没电了 GoPro换过一次电池了 现在抛黑的彻底人没电了 回家